股市罗宾汉 由罗文斌分析师 带您综横股海 掌握标股先机 欢迎收听 股市罗宾汉 领先投资就是赞 本节目由News98 与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 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直播 大来国际投雇108 金管投雇新字帝012号 大家好 欢迎来我们今天的 股市罗宾汉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沸屏 现场为你要请到的是法案出身 最后掌握市场法 冲动向的罗宾汉老师 来到我们现场 老师好 老师好 菲兵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一个礼拜的开始 我们来看今天台北股市表现如何 让我只说 今天最高在16202点 最低在16131点 收盘的时候涨了5点 来到16180点 才有总值是2470亿元 今天大盘虽然收在平盘的位置 但是我们看到OTC 今天表现相当不错 涨了1.79点 将近涨了0.85% 所以有听众我们 到底接下来我们该怎么样 进场来布局好的股票呢 赶快请教我们的专家 罗老师 我想一个礼拜的开始 那就如同刚刚佩平说的 其实在集中市场的部分 在历经上个礼拜 大涨了672点之后 那今天整个全职股的部分 那普遍有进入到 修兵的一个状况 不过即便全职股修兵 在集中市场 今天就有小涨5点 是的 不过这个代之而起的 反而是这个贵买市场 因为全职股修兵 反而中小型股怎么样 第一时间就做一个 接棒的一个动作 对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贵买指数 反倒是怎么样 非常的一个强势 尤其今天这一根开高走高 一根大红棒 反而把前面两天的 不管是黑K也好 不管是上影线也好 全部的给吞噬掉了 那既然中小型股顺利的接棒 那就代表 整个大型股 跟整个中小型股 它是维持一个良性的轮动 那既然是一个良性的轮动 那当然就有利于怎么样 就有利于整个行情的序长 因为代表多方怎么样 它还是握有盘面的一个主控权 所以既然如此 我认为行情上面 我们还是可以用比较乐观的心情 来做一个期待 因为到目前为止 似乎往好的一个方向 再做一个趋劲 不过我还是这么告诉各位 即便现在盘面由多方所掌控 即便整个行情的趋势 往好的方向去做一个趋劲 但是我一直告诉各位 即便是一波好的行情 是一档对的股票 你也要配合怎么样 用对的方法来操作 你才能够看到真正的一个效果 那到底什么是对的一个方法 我想当然涵盖的范围也非常那个广 但是最起码我希望你能够做到两件事情 第一个那就是怎么样 就是走在故事的一个前面 第二个就是你要懂得分段操作 那什么叫做走在故事的一个前面 其实这个就是我一直告诉各位的 一档股票 你一定要在它还没有喷出之前 大家还没有来追之前 你就要怎么样 你就要先连续的布局 先卡位先布局 你才能够走在故事的一个前面 对不对 另外再看好的股票 当该做一趟分段操作的时候 该做一趟高出的时候 你也必须要去做一个卖出的一个动作 那什么叫做走在故事的前面 我就好比说 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锁定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锁定的就是 这档五月最新的一个标股 对不对 好 那这档五月最新的标股一样 在它还没有喷出之前 我们是不是你看从五月初到现在 我们就是连续的一个买进 对不对 那你说它还没有喷出 没有喷出没有关系 你看到今天怎么样 它又已经来到了一个波段的一个最高点 我想会员也好 所有当时有来体验这档股票的应该都知道 即便还没有喷出基于某些理由 不过怎么样 它今天已经来到波段的新高 就代表怎么样 只要它一旦开始喷出的话 那你是不是就是最大的一个赢家 我想过去不管是包含6148的华洪资也好 又或者这个6874的贝利 甚至于2453的林群 我想都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我们都是在还没有喷出 还没有发动之前 我们就先布局 后来不管它涨五成涨一倍 你看当大家来追的时候 你当然就是最大的赢家 对不对 甚至于最新我们在上上个礼拜买进的1795的美食 有没有 这两天是大家都在讨论美食了 有没有 但你想 如果你在上上个礼拜 你是趁拉回买进 还没有发动 你趁拉回买进 后来上个礼拜一发动 三天涨了两根的涨停板 三天涨了25% 这三天是天天都在创新高 我请问各位 你是在它还没有发动之前 趁拉回买进 当它连三天创历史新天价的时候 你说你是不是就是最大的赢家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过 你要懂得走在故事的前面 走在故事的前面 你怎么样 你才能够真正赚的最多 对不对 你来追 你如果说好像现在大家都在讲美食 有没有 这两天有没有很多人来追美食了 可是当你来追美食 你看今天美食怎么样 今天美食股价就开始震荡了 反而当大家来追的时候 我说过 当我们在低档买进之后 后来累积一定的涨幅之后 大家来追 我反而怎么样 我反而随时怎么样 都会出清大赚 这个大赚出清一趟 我们也懂得分段 这就是我们刚讲的第二个重点 你要懂得分段操作 所以你看 我们当大家来追美食的时候 我们今天反而怎么样 我们站在卖方 我们把美食怎么样 全数的大赚 获利出清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要大赚获利 难道不看好吗 没有 我还是看好美食 只不过 你想嘛 三天的时间 涨了六七十块钱 对不对 已经远离我们成本以外 三天的时间涨了六七十块钱 那我有什么理由 我不先出一趟 尤其那短线上面 大家都来追 大家都来追 我说筹码怎么样 筹码就会乱了 筹码乱它就会震荡 那既然会震荡 我干嘛去跟你赌呢 对啊 对不对 毕竟我怎么卖 我怎么大赚 是的 所以今天我二话不说 把所有的这个美食 我们做一趟分段操作 全数的获利出清 那你看 这个动作 你不要小看这个动作 你光是看说 上个礼拜的高点 到今天的低点 这样两天 只有两天的时间 它其实股价的价差 其实还蛮大的 从349块半 有没有 今天的低点 330 这样两天的时间 就差了将近20块钱 一张就差了2万块 对不对 十张就差了20万 整张两天的时间 所以不要小看分段操作 那尤其 我也跟各位讲过了 现在赚钱怎么样 现在赚钱是要比速度 因为现在好的股票 会喷的股票 空间大的股票 甚至于据倍数失利的股票 这边涨那边蹦出来的 其实现在是我们赚钱 最有利的一个时间 所以我说过 现在不是说 我今天有赚钱就好了 今天既然行情允许的话 那么赚钱要比速度 要比快 而且还要比多 所以我们今天卖掉了美食 做获利了结 当然除了贯彻 分段操作以外 最重要的还要一个目的 就是我要让我的资金 怎么样 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益 因为现在有这么多股票在涨 这么多股票在喷 我当然要怎么样 要让我的会员 能够赚得多以外 还要赚得快 所以当我们今天 卖掉了美食 做大赚获利出金 同时我们掌握了一个 最新的一个题材 一个最新的利多 所以我们也第一时间 怎么样 让我们会员 能够把资金 发挥最大的效益 所以我们帮会员怎么样 同场加印 加印什么 我们帮会员 掌握了最新 最强 最及时的两档股票 有没有 我们今天立马就给它切进去了 好 那这两档股票 我想会员都知道 你看其中一档股票 我们是不是 在平盘附近 在早盘的时候 我们在平盘附近 甚至于 如果你手脚快一点的 你还可以买在怎么样 平盘以下 你手脚纵使慢一点的 你也是买在平盘附近 不管是平盘下也好 不管是平盘也好 最重要的 今天怎么样 今天 涨停盘了 你买在盘下的今天 这一根涨停还不止10% 你买在平盘的 至少也有10%入带 对不对 那你说这两档股票 到底是什么样的最新题材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最新利多 我这样说好了 大家都知道探权 对不对 现在也比较少人 在跟各位讲探权了 不过我上个礼拜就叮咛了 当大家不再讲探权的时候 往往它相关的这些股票 你反而是可以留意的 那这个最新的 我们说这个题材 它就是从怎么样 从探权这个部分 它所衍生出来的 一个新的一个题材 那我说探权这个部分 现在没人讲并不代表 它就不会发酵 也不代表它就不存在 对 我说过 这个是未来必然要走的一个趋势 我这样说好了 2026 2026以后 现在财务报表所揭露是什么 现在财务报表所揭露 我每一季赚多少了 我的毛利率赚多少了 有没有 那未来 这个你财务报表里面 你还要公布什么 你还要公布你的探足迹 还有就是你的碳排放 财报里面要有这个东西 还要会计师签证 所以你说 它一定要做 对 你不做 你财报出不来 没错 今年已经2023了 这第一个 那你看 现在你过去国内就好了 国内现在上市归将近2000家公司 现在有在做 这个所谓的碳排放也好 碳足迹的大概200家 换句话说 还有九成的公司没做 这未来的空间大不大 而且我讲的还是上市贵公司 你说上市贵公司才需要给财报 还有很多公司你还是要公布财报 但是你只要公布财报 你就是要搞这个了 第二个 台湾是什么导向 出口导向 你卖给谁 除了中国大陆 不就美国 不然就欧盟 对 讲到欧盟 欧盟也是我们很大的贸易伙伴 欧盟从2026年开始 它有一个什么叫 叫CBAM的 那这个CBAM 叫这个CBAM 它到底是什么 它就是碳边境的一个调整机制 是 它就是有一定的标准 其实讲穿了也是跟 这个碳排放 这个所谓的碳权 是衍生出来的一个东西 那最重要的 它这个标准如果你达不到 抱歉 你想要出口到我这里 不用说 对不对 所以你为了要做人家生意 你要不要做这些 你都要吧 所以这个就是衍生出来的 我说过 即便现在 好像跟你讲碳权的人 变少了 很多股票在整理 可是它也衍生出一些 新的一个商机 所以你看这两档股票 我们在今天 卖出了美食之后 我们掌握到这样的一个新的 一个题材 新的一个趋势 新的一个利多之后 立马 因为我说过 当我们的会员 有一个好处 什么好处 就是不论你什么时候来 我都能够怎么样 即许的帮各位 能够掌握最棒的 一个赚钱的一个机会 也就是说 你跟我操作好处 就是标股不漏接 而且我帮各位所掌握的 这些标股 不是说 起一个五十八 我的沾沾自喜 我说我帮各位所规划的 你认识我这么久的 没有三成 不要说五成一倍 至少没有三成起跳的股票 我是没有太大兴趣的 对不对 更何况现在 我们帮各位所掌握的 基本上也都是有五成一倍实力的 你看看前面的 不管华洪资 不管贝利 林区 我不一 我不要再点名了 你光今年就几档 已经倍数了股票 至少四档五档 甚至于更多了吧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过了 以目前来讲 你如何去掌握到 这些盘面上最大的 这样的有掌声空间的股票 而且最重要的 你要在它发动之前 走在故事的前面 先做一个切入 而且在未来 在该分段操作的时候 你也要懂得怎么样 要懂得先跑一趟 我想这样的一个 攻守进退的节奏 才是你现在置身的关键 好 所以就听我们 怎么样跟着老师 走在故事的前面 而且用分段操作的方式 在对的时间点 买进好的股票 跟着老师在转 波段好行情呢 请问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聪明的收集朋友们 我们的专家 罗宾老师 今天在节目当中 有告诉大家 目前操作的两大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 一定要走在故事的前面 当大家还没有发现 这档股票的时候 就跟着老师 进场来挖掘这档好股票 先进场布局 先进场卡位 等到它喷出的时候 哇 我们已经怎么样 走在故事的前面 比人家多赚了 前面这么一大段了 对不对 第二个就是 要用分段操作的方式 因为可以规避掉 短暂的修正风险 也可以加大 我们的获利空间 重点是可以把我们 在股市当中的主动权 抓在我们的手上 最后听我们 到底接下来 怎么样在对的时间点 用对的方法 进场来布局好的股票呢 不要忘记了 跟紧老师的脚步 当然听我们 今天节目最后的广告 一定一定要打电话进来 因为今天有好康的讯息 要跟大家来分享 而且不要忘记了 今天的一定要 播脱我们的专线 因为接下来呢 跟你能不能够成为 股市当中的赢家 很有关系 先把电话号码告诉大家 02359333 02359333 这是大理屠物电话号码 023659333 千万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就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非平英文 你要请到什么的专家 前面是罗老师 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了 所有听我们不要忘记哦 故事的前面布局呢 但还没有大涨的这些好股票 接下来用分段操作的方式 赚波段好行情 就能够成为股市当中的赢家了 所以目前这样的一个盘式 到底接下来该怎么样来布局呢 老师 我想即便在一个对的行情 即便是讲对的股票 我一再强调 你要用对的方法 你才能够看到真正的效果 你才能够真正的能够赚得最多 而且赚最多 才是你来股市的目的 那什么叫对的方法 我说你至少做到两点 一个是走在故事的前面 一个是分段操作 走在故事前面 我们刚也举例了 就从我们最新锁定的 这档五月标股 有没有 你看到现在 它已经又创了一个波段 来到一个波段的一个高点 对不对 那既然来到波段的高点 那一旦开始喷出 现在还没有喷 一旦开始喷出 你是不是就是最大的一个赢家 所以买点非常重要 我举个例子好了 就好比说 我想近期 我也在这个盘面上 有听到一些专家权威 甚至于名师 纷纷在推荐一档股票 叫做宝瑞 大家非常熟悉老朋友 我们两百多块 一路做到 对不对 一路做上来回 都不知道做几趟 那这档股票 我听到有人在喊 一千块 喊的来不止一个 那你说 他喊一千块 我认不认同 我坦白告诉各位 我认同 我认同 不过 我也必须要这么告诉各位 当大家都在看一千的时候 你就要稍微小心一点 尤其什么 尤其如果说他的股价 已经累积了相当大的 一个涨幅的情况之下 人家在喊一千 你就要打一个问号 不是我不认同 问题是 你看宝瑞 我认为他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实力 但是你想 这一档股票 我在介绍给各位的时候 多少钱 两百出头 这一波最高涨到多少 涨到八百五 你就算从头抱多 你就已经赚四倍多 对不对 那累积这么大的一个涨幅 这个时候当大家都在看一千 好 我不是说他一定不会来哦 可是你就要打一个问号 他是不是在短时间之内会来 你就必须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我说过 行情除了说 不会按照市场上多数人 所编写的剧本去走以外 当大家都这样讲 筹码其实也有怎么样 也有趋于混乱的 这样的一个疑虑 大家可以小心 我举个例子嘛 好 大家记不记得国际 嗯 记得 先前在一千三的时候 一三一零 最高点的时候 有没有一堆人给你看一千五 有 后来你有沒有看到一千五 你没有看哪位线 你现在看看现在国际多少钱 现在国际当然就中间有减资了 现在存多少 存四百多块 哎呦 先前还要跌到一百多块 是是是 对不对 这是国际 那除了国际以外 还有 曾经一度是台湾之光的谁 红达店 红达店 最高点也是一千三的股票 没错 当时有没有一堆人给你喊一千五 甚至还有看到二字头的 结果呢 现在还存一百 现在还存一百方 甚至最低点 连五十块钱都不到 对对对 对不对 那另外 台积电 大家很熟悉的户国神山 有没有 当时在六八八的时候 有多少外资看八百 甚至于看一千 一千 你八百看到没 你卖光看一千了 你八百看到没 你八百没看到 你反正让你看到 先让你看到三七五 现在还好有上来 纵使现在上来 你还不还 你买在八 六八八的 现在 哎呀 你你解套都还一段路要走了 那更不要讲航运三雄 当时在两百三十三的长荣也好 在两百三十四的这个阳明 又或者两百五十三的万海也好 有没有一堆人给你看三字头 现在我自己去看 我也不要在大家的伤口上发炎了 所以我这个就是告诉各位 有些时候 当大家怎么看的时候 你要小心 反倒是 我说过你按照我的方式 你走在故事的前面 对不对 该你赚的 你赚最多嘛 对 人家来的时候你随时可以出嘛 对 你也不会跟人家在那边乱喊一通嘛 最重要的 你有分段操作 你进可攻退可守 你能够掌握怎么样 你操作的一个主动权嘛 就好比我们今天卖掉的一个美食 你说那美食未来掉下来 有的加差 我们能不能买回来 可以哦 当然可以啊 反倒是还没有买回来美食之前 今天有新的标的 新的机会 我立马怎么样 立马买进去 你看今天两档股票 双双的怎么样 都攻上了涨底 而且我告诉各位 这两档股票 我说过 如果说只会涨一天两天 只会涨个五%十% 我没有太大兴趣了 好 那这两档股票 今天拉出第一根的涨停盘 什么叫第一根的涨停盘 代表我们看的方向是对的 OK 也代表什么 我准备怎么样 我准备要喷了 对 所以你绝对还来得及 那今天我好人做到底 如果你认同我们的操作方式的 好 那这两档股票 因为这是同场加印的嘛 对不对 那既然同场加印 有好的机会 我也跟大家一起分享 这两档股票 你今天 你只要打电话进来的 我让你这两档 选一档带回去 一档是100块以上 一档是 一个是100到200块之间 一个是100到50块钱之间 看你要哪一档 打电话 讲清楚 就把它带回去 好 听众们们 今天这两档 攻上涨停版的这两档股票 听众们们 只要你打电话进来 一档是100块到200块的股票 另外一档是50块到100块的股票 你只要打电话进来 两档让你好股二选一 赶快拨通我们的专线 电话号码就在我们的广告当中 赶快打电话进来 就现在 跟进我们的专家 龙斌老师进场来布局 就是这么棒 对不对 今天老师带大家进场布局 两档跟探权相关类型的好股票 双双怎么样 攻上了涨停版 恭喜我们的会儿们 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了 老师说这档两档股票 方向对了 而且准备要大喷 今天才刚刚开始而已 听众们 如果你还没有跟上老师之前 带大家进场布局的 一档接着一档的好股票 今天您的机会又来了 今天只要你打电话进来 我们好股让您二选一 一档股票是100块到200块的 这样的一个区间的股票 另外一档股票是50块到100块的股票 欢迎听众们 今天只要打电话进来 你只要说出 你想要这两档当中 哪一档就可以把它带回家 赶快拨通我们的专线 两档好股票 一档是100块到200块的股票 另外一档是50块到100块的股票 行动不忙行动 赶快打电话进来 023659333 023659333 这是跟探权相关类型的好股票 赶快拿起电话线就拨 023659333 0223659333 打电话进来 就是现在两档好股 二选一赶快拨通 023659333 大来国际投顾108 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本公司于节目中所推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 感谢观看